我是一个冲浪爱好者 也是一个摄影师 冲浪非常依赖自然条件 即使有好浪的日子 也并不是每一道浪都可以冲 能做的事就是等 一直等 在海边人与人的关系都很简单 大家都喜欢冲浪 就在这遇见了 去海里塞个海 这是我海岛防射生活的第三年 我喜欢把车停在最好的浪点边上 每天都要关注海浪的预报 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上面 还有我的小伙伴浪在 一只小柴犬 用最自然的方式在生活 我们的祖先从大自然里面走出来 现在我又把自己送了回去 在海里 大浪向我涌来让我很兴奋 但也很害怕 这种恐惧 让我真正的开始轻微自然 冲浪的过程就像生活 为了抓到浪先得向浪低头 才能逆流而上 在冲浪板上观察 等待 等到属于我的那道浪来时 奋力滑水抓住它 然后顺势而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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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ube 注意